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 又一台装置了锐人9-6900HX的高性能旗舰小主机 Mofine M600 M600是Mofine即将推出的新一代MD旗舰小主机 这个型号可以装置标压H系列移动CPU 也可以装置U系列低压CPU 我们这台装置了锐人9-6900HX 内置AMD最强核显 Radeon 680M 双通道DDR5内存 4800MHz USB 4.0和双PCIe 4.0 NVMe接口 三屏显示输出 其中两路最高8K60Hz 双2.5G千兆网卡 加WiFi6E 打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主机 149×145×40 只有0.86L的体积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电源线 HDMI线缆 SATA连接线 显示器背架和螺丝 说明书 最重要的就是这电源了 19V 9.23A 一共180W的功率 对迷离主机来说 这真的算一块大功率的电源适配器 它和上次S600的电源是同一个厂家的不同产品 这次要对付的是AMD锐人9-6900HX 我们把小主机取出来 算是非常小巧 机身接口 前面板 USB4接口 USB3.2接口 电源开关键 后面板 19V电源接口 三个USB2.0接口 又一个USB3.2接口 HDMI2.1 DP1.4接口 双2.5G网络接口 耳麦接口 相对于它的性能 这台机器不大 整个小主机的两侧是通风口 还有底部进风口 两进一出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小主机的内部结构 CPU上是双通管辖大面积 静音风扇 旁边是一个PCIe 4.0 NVMe接口 翻过来 双通道DDR5内存插槽 WiFi6E无线网卡 又一个PCIe 4.0 NVMe接口 上盖顶部 可以安装SATA SSD 我们来打开顶盖 先取下两颗螺丝 顶盖松了 轻松取下 哎呀 天线掉了一根 没事 等一下接上 这里是两条DDR5内存 取下一条看看 Inreda 16G DDR5 4800MHz 一条256G PM9A1 PCIe 4.0 NVMe SSD 这里有一组SATA接口 可以接2.5寸SATA SSD 我们把天线给装好 再装上顶盖 对了 底部也要拆一下 取下10个脚垫 再取下4颗螺丝 底盖取出 一个硕大的散热风扇 又一个PCIe 4.0 NVMe接口 等于是这台设备 拥有三组层储接口 非常丰富 我们把它复原 装回螺丝和脚垫 这就是我们要测试的 Mofan M600 迷离小主机 我们先来打游戏 世界杯要来了 先来踢球吧 非法22 1080P 画质全满 110帧左右 我最喜欢的地平线5 使用1080P高画质 不开抗拒尺 普通场景 平均75帧以上 复杂场景也接近70帧 抗拒尺开到两倍 平均65帧以上 地平线4 1080P 极高画质 右上角可以看帧数 80到90帧 非常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英雄联盟 我们直接拉到4K中等画质 最后大团战 平均890帧左右 这次还行 一次没死 没有菜 原神 1080P高画质 全部拉满 跑起来大概50多帧 这就是当前非常优秀的 Radeon 680M核显 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 很好 我喜欢的游戏 赛车和足球 1080P 基本能唱完 当然 我们也跑了3DMark测试 Time Spy图形得分 2489 看看这张排名表 画红框的地方是680M的平均成绩 我们的实际成绩已经超过了表上的第二名 Gekbench 5的图形测试 OpenCL得分 33,550 Voken得分 28,712 后者也是目前我们测试过的核显的最好成绩 在与其他超高性能CPU的核显对比中 三台6900HX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测试过的CPU 接着我们看看Radeon 680M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 4KVP9是的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4K60帧VP9视频 CPU平均占用2% GPU Video Codec0平均占用75% 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是AMD标压移动H系列CPU之中的顶级产品 我们想要测试它的CPU生产的表现 我们仍然使用Arctime添加字幕并转码输出MP4视频文件 这里是100%使用CPU转码 最后结果是13分7秒 共计787秒 对比一下 其他顶级的AMD和Intel CPU基本也在800秒左右 787秒真不错 但是还是弱于Intel i9 12900H的751秒 接着我们来进行CPU测试 Geekbench 5多核9824 单核1602 这多核成绩应该是我测试过的6900HX最强的 Cinebench 223 多核13073 单核1577 Passmark多线程 25394 单线程 3479 坎娱乐大师 总分 1174255 CPU得分 634678 CPU得分也算高啊 CPUZ测试老是莫名退出 最后不得不动用命令行大法 多线程 5713 单线程 628 稳定性是仅次于性能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我们给小主机跑了3DMark Time Spy的压力测试 以总分97.1%的稳定帧率通过了 然后我们打开埃达64 跑FPU单考的压力测试 CPU一瞬间冲上了65瓦 整机功耗97瓦左右 但只维持了几秒 就开始逐渐缓慢下滑到CPU的功耗45瓦 整机功耗下滑到接近74.5瓦 CPU频率有一开始的4.1GHz 缓慢下滑 稳定在3.7GHz 而温度 40秒后上升到90度 就一直维持在90度 单考FPU测试了15分钟 CPU功耗一直维持在45瓦 CPU频率3.7GHz CPU温度90度 一条直线 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历史放置有利于散热 PCIe 4.0 NVMe硬盘测试 AS SSD Benchmark 读 5137兆币每秒 写 2454兆币每秒 总分 6444 Crystal Diskmark 读 6428兆币每秒 写 2676兆币每秒 这块三星PM921 PCIe 4.0 NVMe SSD 层次还算不错 不过因为我要测试的游戏都很大 256G太不够了 所以我也使用了双11购买的 自态7100 1TB SSD 这是它的测试成绩 大家看一看 给大家推荐这块国产的优秀的SSD 我们也测试USB4接口的数据传输能力 接入USB4的阿卡西斯硬盘盒里 装着的是512G的西数黑盘 很可惜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USB4的数据传输 被限制在20G以下 否则应该至少跑出2700兆左右的成绩 我们还测试了M600小主机的WiFi网卡 这次仍然是RZ608 Wi-Fi 6E网卡 跑到了855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很好的一类无线性能了 2.5G网卡我们也使用 Apple 3测试了瑞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跑到了2.37G 跑满了带宽 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Mofan M600 装着了RZ9 6900HX 在Windows下的功耗表现如下 Windows下待机功耗 12.7到13.8W CPU-Z最高功耗96.14W GKBench 5最高功耗101.2W C0背景R23最高功耗98.96W Passmark最高功耗93.96W 娱乐大师最高功耗110.8W 时温22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6.5度 SSD待机温度51度 M600的待机极致安静 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 就是跑分的时候 声音也比以前我们测试的 6900HX来的小 保留节目是我们给RZ9 6900HX运行OpenW测试 Zither Harp AES 714710分 XX20 406294 Coremark 385650 在Coremark成绩上超过了GT-226 不如U-M690 Mofan M600 它装置了今年最新的RZ9 6900HX 它是一台真正的旗舰级产品 也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接口最丰富的旗舰级小主机 双PCIe 4.0 NVMe 加2.5寸SATA SSD 一共有三个存储接口 HDMI DP USB4 显示接口各一个 还有双2.5G网卡 它专业全面 不仅偏向于满足小主机爱好者的接口需求 还能同时满足更多网口的需求 体积也仅仅只有0.86升 也不大 至于缺点 我要说的是就是为了追求极致的静音 放宽了CPU散热的容忍度 我们看到CPU、FPU烤机全满的时候 温度会一直保持在90度 这台小主机确实很安静 待机可以比得上U-M690 跑分时噪音远低于U-M690 但是别人使用的是液晶散热 天生就臂力低了5度以上 也许我个人主观觉得90度很吓人 刚好我也看到了这篇文章 所以可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不一定是正确的 请大家批判 极致精英 全满的各类接口 强悍的性能 这是一台真正意义上的旗舰级迷离主机 从努力打造完美产品的角度 我觉得应该向模范致敬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的观看